《智慧菩提》 世尊告弥勒言 若有菩萨打骂 割结三千大千世界一切众生 得罪圣少 若有菩萨予于菩萨起称会心 退于菩提父而所结 迷得 譬如墓主 若以草土不能斩结 必以利府乃能斩之 菩萨善根亦父如是 于不能尽 若于菩萨起称会心 能灭诸善 弥得 世故菩萨应觉恭敬 于初发心诸菩萨等 心深尊重 如是尊享 若有勤修至断行者 至出生者 至成就者 不做事业 淫重物者 我说世人 诸如来教 若有菩萨乐作事业 淫于重物 为所不应 我说世人 诸如生死 是故菩萨 不应清谨 弥得 若有菩萨 若有菩萨与波罗蜜 相应之法 乃至受持 疑似聚迹 独送修行 为人演说 世人 乃为供养于我 何以故 诸佛菩提 从多闻身 不从重物 而得生也 作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告弥勒菩萨言 弥勒 以后末世五百岁中 少有菩萨能生幽会 涉离烦恼 多有菩萨 其心刚强 不相尊敬 怀增胜慢 互相是非 文说如是 甚深意去 殊胜功德 虽负受持读诵演说 有是菩萨业障身种 不能得生殊胜功德 便于世经 疑惑不幸 不负受持 为人演说 石魔颇寻见世事已 为狂惑故 作彼秋相 来到其作 说如是言 此诸经典 皆是世俗 善闻此者之所制造 非是如来之所宣说 何以故 此经所说功德利益 辱皆不得 游魔颇寻如是狂惑 与此空性意理 相应甚深契精 心生疑惑 启诸争论 无负受持读诵演说 迷勒 比诸于人不能了知 由自业故 不能互比殊胜功德 自业消逸 决定当得如是功德 佛告弥勒菩萨言 弥勒 我经食言告辱 若有菩萨不修诸行 不断烦恼 不惜禅诵 不求多闻 我说是人 非出家者 弥勒 弥勒 那已无希望心 行法诗时 不着名闻利扬果报 以饶义事而为上手 常为众生广宣正法 当得成就二十种力 云合名为二十种力 一 所谓正念成就 二 智慧具足 三 有坚持力 四 祝清静行 五 生觉悟心 六 得出世志 七 不为众魔之所得变 八 少于贪欲 九 无忧称惠 十 异不于吃 十 十一 诸佛世尊之所意念 十二 非人守护 十三 无量诸天将其威德 十四 眷属亲友 无能举坏 十五 有所言说 人必信守 十六 不为冤家 自求其变 十七 得无所谓 十八 多诸快乐 十九 为诸智人之所称探 二十 善能说法 众人敬仰 弥勒 是为菩萨当得成就 二十种力 不着明文 利养果报 寻宝 行饶意识 而为上手 常为众生 以无希望心 清净说法 音乐 大靖 字幕志愿 监制 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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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尊告大家舍 菩萨有四取心所应远离 何谓为四 一、于佛法中心生遗悔 二、于诸众生浇漫称恨 三、于他立养起嫉妒心 四、呵骂菩萨广其二名 父子经舍 菩萨有四取心之想 何谓为四 一、所犯重罪终不复藏 向他发露心无盖禅 二、弱失国界 生命、财力 如是己事 终不妄欲 亦不于言 三、一切恶事 骂力、毁谱、抓打、戏服 种种伤害 受事苦时 但自就责 自依夜报 不称恨他 四、恩住信礼 若闻圣身 男性佛法 自心清净 能惜秀持 二、弱失国界 佳舍 菩萨有四败坏之想 何谓为四 一、读诵经典而生戏论 不随法行 二、不能奉顺恭敬师长 令心欢悦 三、损他供养 自为本事而受信施 四、见圣菩萨 清漫不尽 二、不一、读诵经典而生戏论 三、损他参与 菩萨有四善顺之相 何谓为四 一所谓闻经 闻遍性寿 如所说行 依止与法 不依言说 二随顺诗教 能知一指 亦与言语 所作皆善 不施诗意 三不退戒顶 以调顺心而受供养 四见善菩萨 恭敬爱乐 随顺善人 秉受德行 父子家舍 菩萨有四错谬 何谓为四 一 不可信仁与之同意 是菩萨谬 二 非弃众生说圣神法 是菩萨谬 三 乐大乘者 未赞小乘 是菩萨谬 四 若行吃食 但与持戒 供养善者 不与恶人 是菩萨谬 父子疆舍 菩萨有四正道 何谓为四 一 于诸众生 其心平等 二 普化众生 等与佛会 三 于诸众生 平等说法 四 普令众生 等住正行 父子疆舍 菩萨有四非善之事 非善等吕 何谓为四 一 求生文者 但与自立 二 求圆觉者 喜乐少事 三 独外经典 鹿且椰皮 文词言事 四 所亲近者 诞生事 不亦法力 父子疆舍 父子疆舍 菩萨有四善之事 四善等吕 何谓为四 一 诸来求者 是善之事 佛道因缘故 二 能说法者 是善之事 生智慧故 三 能叫他人 另出家者 是善之事 增长善法故 四 诸佛世尊 是善之事 增长一切 诸佛法故 增长一切 父子 菩萨有似非菩萨而似菩萨 何谓为似 1.贪求力养而不求法 2.贪求名称不求福德 3.贪求自乐不救众生 4.以灭苦法乐聚徒众不乐远离 父子佳舍 菩萨有似真实菩萨 何谓为四 一 能性解空 易省夜宝 二 知一切法 无佑无我 而与众生起大悲心 三 深乐涅槃 而游生死 四 所作行师 皆为众生 不求果报 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有如在护持十方三世 一切佛法森三宝 所以期望各位把生命电视台 所听到的叫法 运用在您的内心里面 达到无我的空性 达到慈悲利益众生 更要随时收看 随时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护持三宝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持生命文化基金会 台湾佛教生前终身教育学会举办 僧侣善巧助人系列 线上课程 报名对象 献佛教僧众 每堂献50名 费用由学会供养 报名日期 即日起至每堂课前一周额满为止 报名方式 网络报名 说服w.absle.org 谢谢 trainng 谢谢 课程内容详见官网 恰询电话 0227478687 0227478687 台湾佛教生前终身教育学会 祝三长老 各位法师 各位菩萨 各位信众 大家好 阿弥陀佛 首先感谢生命电视台 让我有这个机会 透过电视台的网络平台 来向大家祝福新的一年 那同时也在这里跟各位报告 墨学是在台北荣云市 在107年 接任了荣云市之后 那因为荣云市 已经有150年的历史了 是在过去咸顿老和尚 那咸顿老和尚 这样在他的年代是跟白圣长老 一起在台湾佛教奉献付出 那玄学老和尚呢 本来在民国56年就有心要重建荣云市 但因为当时的条件并不允许 因此一直延诺到现在 那墨学明来在接任荣云市之后 也真的看到荣云市 我们的身中 年纪都很大 在这个空间条件都非常差的情况之下 感觉非常非常的辛苦 那也很老旧 那为了能够重建呢 就配合政府的 那为了能够做网路电视台 来向各位法师 来向各位信众联友 来请求大家来扶持荣云市 来赞助荣云市的重建 荣云市的重建 将来是在台北市 一个都会区的道场 希望透过十方 信众 还有各位法师的加持 让我们的经费能够更充足 让荣云市的重建 能够早日的完成 因为现在在法规上 取得了建造 我们荣云市必须在三十一个月 也就是两年半的时间 要必须完成 但是因为物价波动特别的大 这对我而言 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那在此 透过我们神明电视台 给我这个机会 来向大家说明 来向各位珠三长老 法师来报告 也来祈求大家 来帮忙我们荣云市 让荣云市的重建 早日完成 让我们的身众 让我们的信众 都能够在荣云市 好好地用功办到 再次墨学 再次地来恳请十方信众 还有我们珠三长老 来给我帮忙 来给我加持 来给我美心 这个在经费上 能够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确实在这段时间 要给它很大 因为中间 荣云市已经拆除了 但现在要重建 也势必要完成 但是开始经费 很欠缺 希望各位信众 跟我们赌三长 让我们早节日 完成两分市的重建 在这再次感谢 各位法师 各位年利的佛祺 感谢各位 祝大家发力充满 阿弥陀佛 罗侯罗尊者 密行第一 境界威夷 罗侯罗尊者 贵为佛陀之子 也是僧团中 第一位沙咪 小时候调皮 但经过佛陀的 开示劝导 性格越发稳重 沉静 修忍入 持境界 佛陀成在 罗侯罗为命行第一 于三千位移 八万细行 都能了知奉行 一心鼎礼尊者 罗侯罗 祈愿大众 见舍利生欢喜行 并学习尊者 持身端正 持戒尽心 尊重 看待戒律 并如法受持 见离生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